RoboMaster SE系列教学视频 首次使用 检查各个模块连线正确且牢固 在智能中控 安装MicroSD卡 并调整智能中控天线到垂直角度 装入智能电池 注意 首次使用时 需要对电池进行充电 以唤醒电池 长按电源开关约两秒 开启智能电池 打开RoboMaster App 注册DJ账号 按照App指引 连接至机器人 开始初始化机器人 激活机器人 激活机器人前 请先确保您的移动设备 可正常连接至互联网 进入联网激活页面 请仔细阅读DJ产品使用条款 激活过程中 需要授权上传您的硬件设备序列号 确认产品序列号和激活账号 读取正确 服务器验证成功后 请重新连接机器人WiFi 完成激活流程 电机编制 对底盘四个电机进行编制 机器人才可以正常移动 架起底盘 按图示 从右前轮开始用手转动脉轮 直到听见提示音 接着依次转动左前轮 左后轮 右后轮 进行电机编制 完成后 请点击App上的按钮测试 所有脉轮是否转动正常 若脉轮未执行转动 或编制位置不匹配 请重新编制 装甲编制 对所有装甲进行编制 确保装甲可正常检测及打 按图示 从后装甲开始 敲击装甲灯中心位置 进行编制 直至装甲灯变成青色灯常亮状态 接着依次敲击前装甲 左装甲 右装甲 若多次敲击无反应 可选择跳过此装甲 完成设备初始化 即可开始体验 打开 设置 机器人 将看到当前设备状态 点击 单击驾驶 进入FPV界面画面 控制左侧的虚拟摇杆 可控制机器人向前 后 左右 运动 可以在设置 控制栏中 修改运动速度或加速度 按住FPV界面 右半部分空白处的任意位置 并上下左右滑动 可控制云台的俯仰和偏航角度 也可以在设置 控制栏中 开启云台体感控制 云台体感控制功能 仅支持自带陀螺仪的移动设备 如需修改控制灵敏度 可以在设置 控制中 自定义底盘和云台的灵敏度 对准目标后 点击发射按键 默认进行红外光束发射 可以在设置 控制中切换 射击方式为水晶弹 点击右下角的四倍镜 可实现相机画面放大至四倍的效果 提供更为精准的瞄准 点击左下角的录像 拍照按钮 可进行录像及拍照操作 拍照需要先在智能中控中 装入MicroSD卡 打开声音回传按钮 可通过机器人端麦克风 实时传输音频至App播放 如您遇到任何疑问 欢迎搜索大江湖微信公众号 获取技术帮助 感谢您的观看